祷告良辰 欢迎大家来到初信栽培第四课 祷告生活第一节 现在我们先唱一首诗歌 歌名叫做《祷告良辰》 祷告良辰 祷告良辰 再次我将十旅推迟 我今复复天赋桌前 主帮行愿对祖民也 再与苦难忧愁至极 绿的皮囊为我行义 默默绿多 终不厌迟 我为靠此祷告良辰 这首诗歌叫做《祷告良辰》 作者说到祈祷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时光 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已到作者觉得祈祷的时候真是好得无比 他说到他将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可能带给他心里面有挂虑的搏 他透过向神祷告 就将那些事所产生出在他心灵的挂虑 推到去神的面前 交托了给神之后 他这种挂虑就可以辞别 离开了他的心灵 他里面在神面前的祷告 就可以得着释放 不需要再为身边所发生的事挂虑 原来他经历了祈祷里面这种美好属灵的果效 并且他说到生活中有很多困难、忧愁 他透过祷告 经历了很多次因祈祷而得到的心灵的平安 更加讲到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信仰的生活中 难免有试探 从那恶者而来 罪的核制和网络 他心灵里面借着祷告 倚靠神、信福神 得以逃脱、试探而来的捆绑 所以弟兄姊妹们 原来祈祷对我们属灵的成长 是何等的重要啊? 我们再唱第二节的诗歌 祝死神、祁作者、想到辩度 祷死三百岛 祈祷立所、ased石井灵的历没 祈祷祷、赏 ven出 祈祷祿与、алось灵一百岛 祝祷祷、祭祷祷 祷祷祷祷区祷祷祆奏 所寻其身面 静听其言 常来其卷 将我诸旅 托诸福尘 我伪装大爱 祷告良辰 诗歌第二节这样说 原来诗人透过圣经明白了真理 就将这个真理写在诗歌里面 他深深地相信圣经的话 当他向神祈祷的时候 其实就来到神的面前 以神的面前 他所坐的位置 正是要表达了一个很宝贵的真理理念 就在神的面前 可以得蒙他的恩惠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坐在诗恩座那里 他特意要向属神的儿女 施下恩典 带出他的恩惠 慈恋 来帮助每一个到他面前的信徒 神的儿女 不单止是这样 他也都明白圣经所说的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不单止倾心吐意 但是同时要敬听 神在圣灵的引导底下 如何将真理放在他的内心 牵引住祈祷的人 令到我们能够按着真理 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引导 以到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语 得着释放 照着神的话语 信从而行出真道 所以祈祷生活 促成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 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敬虔的人 但愿这首诗歌帮助你和我 上上有祷告的学口 带出更敬虔的生命 好了 我们准备讲祷告生活的课程了 祈祷生活 不知道大家的祈祷生活是怎样的呢 有人认为 祷告的时候只是向空气说话 又有人认为 祷告只是自己对自己说话 如同自我催眠 有人说既然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祷告与否都是神处理 那么为何仍要信徒祷告 这么多次一举呢 不知道这些现象和想法 曾在你心中出现吗 为了解决这种信仰的疑团 我们必须从圣经的真理 认识何谓祷告 并且照神的说话 建立出一个常常祷告的生活 第一条问题 祷告的时候 究竟是向天父 还是向耶稣基督说话的呢 A 乃是向哪一个祷告 如果以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的话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六章九节 圣经这么说 主耶稣教导门徒这么说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透过这次圣经 我们就知道 如果从一个信仰 关系的角度而言 天上的神 在得救者的生活之中 生命的里头 那种的关系如同父亲 所以我们称为天上的神 为天上的父 主耶稣是教导我们 作神儿女的 向神称为父神 我们向这位父神去祈祷的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那就是说 当祈祷的人 向父神祈祷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深切的愿望 怕望些什么呢 就怕望很多个人 都好像我这个祈祷得了救的人一样 认识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 世界有很多个神 人作出来很多个神 他们都有他们的名字 但唯独这位独一创造万有的真神 他的名字是独一无二 是分别出来 是圣结的 愿所有人都好像我这个骄徒一样 懂得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专崇他 超过所有地上称为那些神 所以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 但愿都有这样的心志和渴求 那记得了 我们向神祈祷 以这段经文 一个关系的角度而言 我们是向天父祷告的 好了 B 我们同时又向哪一个祈祷的呢 如果以命令的角度去理解的话 我们透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至十四节 圣经这样说 你们奉我的名 这个我是指着耶稣基督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子得荣耀 你们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透过这次圣经 我们发觉一件事 按着主耶稣叫我们 是奉他的名祈祷的 所以我们是向着耶稣去祷告祈求的 而且 这个是带着命令的语气 叫我们一定要 唯一奉耶稣基督的名 向他祈祷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除他以外 必无请狗 在人与神之间 只有一个中间人 唯一的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无设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狗 所以我们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天父的面前 记得了 按命令的角度而言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是向着基督祈祷 透过他的名 将我们的祷告 带到父神的面前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祈祷什么 主耶稣都会成就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 断章取义 说一句就算了 要成句这样看的 他说 叫父恩而子得荣耀 所以我们奉他的名 求什么 主都要成就 因为我们所求的 是叫父得荣耀的 所以如果我们祈祷的内容 是挂着自己 叫自己得荣耀 不是叫父得荣耀的话 我们祈祷都没什么用的 所以记得了 我们按照这个命令 奉耶稣基督的名 唯一的中宝 祷告神 能够荣耀神 我们的祈祷 就蒙神越纳 主必成就 另外 C 基督是唯一的什么 以资格的角度去理解 没错了 圣经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以一个资格的角度去理解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到父神的面前 如果连他都不能够到父的面前 何分他向神所祈祷的内容 因此我们知道 因此我们知道基督是唯一的中宝 正如刚才我所论述的 没有赤下别的名 但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更加认清楚一件事 以资格角度的理解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宝 因为这段经文这样说 他是唯一一条的道路 没有其他的道路 他是唯一的真理 只有按他的指示 才能够到父的面前 他是唯一的生命 只有透过他无罪 能够从死女复活 得胜死亡的生命 使我们复活 恩信 能够与他生命 能够结恋 因此我们 透过基督的生命 恩信清义 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所以 我们的生命 恩着信基督 能够清义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祷告 若合乎真理 透过耶稣基督 都一样可以到神的面前 那记住老伯 我们是向天父祈祷 亦都是向主耶稣基督祈祷 我们透过基督唯一的中宝 令到我们所祷告的事 合乎真理底下 到达父神的宝座面前 另外 透过圣经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就这样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而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从万子经过 这万子就是他的身体 透过希伯来书 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 更加仔细 能够了解到一件事实 昔日 在以色列地里面 有一个圣所 很具体地将 亲近神的路径显明出来 进到圣所里面 有分圣所和自圣所 中间有一个万子 很大块的一块的布 将两个地方分割出来 而在自圣所里面 有神的约柜 有施恩佐 显出 神就是最接近的位置 就是自圣所 所以在昔日 以色列人 大祭司 每一年 只有一次的机会 能够穿越这个万子 借着献祭 能够来到神 最近的位置 就是自圣所里面的 施恩佐 宝座前 在这里 说明了一件事情 预表将来 能够将人 带到神的面前 唯一的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而中间 有一个的万子 作为左甲 现在耶稣基督 就为着众人的缘故 舍己 生命 流血 以到他能够成为 人能够到神面前 唯一一个的 救赎的祭物 为我们献上赎罪仔 以到我们信靠他的人 就在神面前 无罪 在这个过程里面 耶稣基督的身体 被抹开 为我们受苦而死 这个过程 显露在 圣所里面的 万子列开 以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 这样受苦 能够显出了一条 通往最亲近神的 至圣所的路径 所以 一段经文就解释着 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 就能够 完完全全到达神的面前 不需要经过任何圣人 或者任何的手组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可以分别得到 我们不需要向某一些 我们专称为神的仆人 去告解 或者透过他们才能够到达神的面前 只有一位忠保 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按着真理去祷告 我们的祷告 就能够直达到神的面前了 第二条问题 神既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为何仍要祈祷呢 没错 这条问题我以前都想过的 慢慢读圣经 得着关乎祷告的真理的教导之下 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解答这个问题 因为原来我们常常收窄了一件事情 以为祈祷就将我们的事告诉神 希望神满足我的期望 那现在我们透过圣经 逐一去解释 神为何要设立祷告生活 给众圣徒去学习和操练呢 A 这是信徒心灵德 什么的途径呢 在哥林多佑书十二章八到九节 这样说 为这是我三次求告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宽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备我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说到 司徒保罗从神那里得着 很多属灵的启示 所以保罗就自我谦卑来 不是什么属神的经历 神迹其事都告诉人 免得他自夸 但是神要加添一个额外的属灵的保险 免得这个得着很多 启示的神博会自夸 所以就容许那恶者博弈 所给他身体上一个身体上的似 一个身体上的软弱 受苦受迫害而来的身体上的软弱 作为一个似 而这个刺就好像上上刺到他不舒服 那他就向父神祈祷 他向父神祈祷 求主能够将身体这种的软弱 能够医治 但神不容许 他情愿这根刺留在保罗的身体上 上上握住他 后来保罗就明白了 因为神要保护他 免得他自夸 要让保罗知道他 圆圆本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而这个软弱 不是指一般我们说 圣徒犯了罪得罪神 生命软弱 而是说到 我们人本质 这个肉体是很软弱的 打一打就会流血 打一打就会死亡 一种的软弱 所以圣经这样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救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要提醒保罗 你虽然软弱 这次我没拿走 但我的恩典临到你 我的能力足以 去承担起你这个软弱的身体 不能够负荷去侍奉的时候 神的能力足以承托着 每一个属神而软弱的身体 如果我们明白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 他说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备我 因此我们明白 这个软弱所指的是 是指身体的软弱 不是说犯罪灵性的软弱 否则后闻就很难说得明白了 难道保罗会更喜欢夸自己 得罪神 灵性的软弱犯了很多的错事 好叫基督能力浮备他 当然不是了 而是说到 虽然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身体会疲乏 会流血 但是神总是托着这个软弱的博人 完成神给他任何重要的使命 所以他明白这个真理 他明白这次在身上是一个熟灵的保险 让他常常知道 他要定征在神的大能与恩典 所以他就更喜欢 容许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 因为神的能力就更显明出来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透过保罗三番的祷告 最后神在他心灵里面所动的善功 真理的教导 他终于在神的里头 心灵重得力量 更喜欢夸子的愿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备他 他在祷告当中重申得力 侍奉荣耀的神 可想而知 你现在知道了 祈祷是信徒心灵得力的途径 另外透过诗篇138篇第三节 我呼求你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这次圣经我很喜欢的 这段经文讲到 属神的人在人世当中 在信仰的考验里头充满挑战 但他想到他呼求神的日子 神就在他心里面 搭奕他 保守他 用真理鼓励他 令到他心里面充满了熟灵的能力 继续坚守信仰的道路 所以 祷告的时候 神会用真理去回应我们 变策鼓励我们 恢复我们灵里面的能力 B 祈祷是什么呢 这次信徒心灵得 什么的途径 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 圣经这么说 许圆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谁顾婢女的苦情 决念不忘婢女 伺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经文所说的这个婢女 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 她昔日是生不了小朋友 被她丈夫 另外所娶的太太 经常用言语 娶乐她 取笑她 她在这位有小朋友的 婦人的面前 受到珠般的灵欲 她心灵里面有重压 有苦情 她去到神的电 神的会莫 在神的面前那里祈祷 她期盼的是神 顾念她 眷顾她 即是说 神可以有主权 不给一个儿子她 但她期盼神 顾念她 怜悯她 倘若可行 就给一个儿子她了 所以 她在心灵里面 带着信 和服从 如果主不给她 都没办法 她都会接受 但倘若可行 就赐给她了 而且 当她得着这个儿子 心灵里面有这份满足的时候 她已经立定一个心子 就将神给她这个儿子 完完全全归于神 不用剃头掏 剃她的头 因为 当时 有一批的人 就叫做 拿西尔人 在以色列里面 不属于 利美 支派的人 不属于 能够在神所命定 专门服侍 神的一批 侍奉者 但如果有人 想侍奉神 神就命定了 另一条的律例 她可以成为 拿西尔人 为神的缘故 分别一段时间 出来 去做神的工作 但是有三个事情 需要处理的 第一 现在不可以触碰尸体 在她所分别为神的日子之内 不可以触碰任何的尸体 无论是动物 或者是人 也都不可以触碰任何的葡萄 葡萄核 葡萄的皮 或者葡萄的肉 也都不可以剃头发 因为头发 一路去流畅她 扎起个细 就要见证她是拿西尔人 成为她身份上 一个重要的提醒 人事可相言之 这位的婢女 哈拿 心灵里面有极大的苦情 内里有极大的哀伤 但是透过祈祷 她得到心灵里的输額 因此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信徒借着祈祷 是可以得着心灵里的舒缓的 另外透过诗篇三十二篇 三到五节的经文 圣经这么说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挨坑 而骨头腹干 我向你沉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 原来当我们犯罪得罪神 终日不认罪的时候 就好像私人大会一样 在心灵里面有极大的忧伤 有极大的重压 有哀坑 不知怎样算好 心理里面 常是吉利古鲁 而且辛苦到一个地步 诗人大会说 诗人大会说 我骨头腹干 但当他最终认罪的时候 他里头就得到释放了 因此 另一种能够舒缓压力的原因 就是我们认罪的过程 心灵透过祷告认罪 就得到舒缓了 这次信徒心灵梦 什么的途径呢 透过《撒母记》下 五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 这样讲 非利是人来了 散布在利弗阴谷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是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非利是人 交在你手里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原来大卫他求告神 求告神关于一场打仗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打 大卫是惯了真战的勇士 但是这一场仗 仿佛是他人生第一场仗 他会求告 求问神先的 神就回应他的祈祷 作为引导他 如何去在这场真志之中 打获全胜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无论有多少信仰丰富的经验都好 我们借着祈祷求问神 目的就是 我们求神去引导我们 所以顶子妹们 记得了 祈祷是我们信徒心灵 蒙引导的途径 我们带着敬畏神的心 神必指示我们的 刚才那段经文 就告诉我们 神会引导我们 借着祈祷 用真理的话 引导我们的 除了有真理引导我们之外 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 会遵行神的引导的呢 圣经在诗篇25篇4到5节 和12节这么说 透过这段经文 诗人告诉我们 原来他所学母的 是神的话语 教导他 在他所行的路上 是以神的真理引导他 因此 在我们新约信徒当中 我们都是以圣经里面的 真理的分配作为引导的 然而这段经文 更宝贵的是 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了敬畏神的心 就算神引导我们 我们都未必会选择的 所以在12节这么说 谁经威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就是说有很多条路可以作选择的 而哪一条路才是神所喜悦 又按真理是合乎真理地指示 以到我们去答赏的呢 这个很在乎 我们领受神指示的人 是不是敬畏神 如果我们敬畏神 我们就会照着神 按真理的引导 而指示的道路 我们就会选择 愿神亲自帮助我们 一生直着祷告 学习在其中 梦神的引导了 这是信徒心灵 什么神的途径 在马大福音26章39节 他就耍往前走 苦福在地 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段经文是说 耶稣基督 他在赫西马力园 向父神祈祷 准备上十字架 这个苦难的之前 他祷告父神 他希望这个苦杯 这个他必须要领受的苦杯 可以离开他 仿佛他现在有个心思 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不需要钉十字架 可不可以啊 然而 主耶稣基督 为世人作了一个 完全人的榜样 他深知到神的旨意 就是要他钉十字架 从死里复活 救赎每一个父神 所拣选的人 因此 他学习在祷告里面 怎样信服神的旨意 不听从自己的意愿 因此 祈祷的功效是什么呢 这是信徒心灵 信服神的途径 明白了父神的旨意 如果同自己的心思意愿 有冲突的时候 原来 祈祷的过程 就是帮助我们 在这个挣扎之中 学习信服神的旨意 还有什么经文 告诉我们 这个信服神的旨意 是祈祷里面 粗练出来的呢 在马大福音六章 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所以 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爱帮人 所求的 你们 你们需用的 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 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在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 原来那些称为 爱帮人 不认识 独一真神的人 他们向他们 所创造出来的 偶像 所敬拜的神 所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乎 在世界上 吃 喝 穿的事情 然而 已经归信 耶稣基督 认识独一 真神的人 他们明白 人生真正的价值 是神 传留了 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活所需要的 吃喝 穿 神都会足足的 供应 传留我们的生命 就是侍奉独一的真神 去得着 他要赐给我们 在天国里面的祝福 所以 明白神的旨意之后 我们就会改变 我们内心的学求 我们在祈祷当中 就渐渐学会了 信服神的心意 去祈求 求些什么呢 圣经说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神国度里面的事情 是神看为义的事情 就正如经文 在马大福音第五章 那道开头的经文 告诉我们 连率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率 使人和目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义女 所以 这道先求他的国 就是寻求天国里面 那种敬虔生命的特点 这一个 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 但愿我们 在祷告当中 愿发 学习 信服神的心意 求天国 里面 一切生命敬虔 义的事情 让我们生命 都能够更加的封城 另外 就是约翰一书 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圣经也有这么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 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传 坦然无据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这道说 我们求告他的是无不得着 我们求什么 他就给我们些什么 哇 这句话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但是我们要根据 上下文去思想的 这道 告诉我们 第一句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原来神会将他的 喜悦的意思 应该求告的方向 告诉我们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听了 我们信 我们服从的时候 我们就向着神所喜悦的旨意 向他求了 既然是他的旨意 他就想我们得到 天国里面一切丰盛的生命 按一种属灵的原则 行事为人 我们按着他心意求 他给我们 这些属灵上真正的祝福 是何等的逼切 但他期望我们明白 期望我们耐心学求 他就趕着我们这种正确的学求 和祈祷 就将天国的事情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按着他意思 求天国的事情 他肯定是 马上答应给我们 我们这个过程 都是在学习着什么呢? 就是信服神 按祂的旨意祈祷 现在 你会不会越来越清楚 什么叫做祈祷呢? 没错了 祈祷不是告诉我们 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告诉神 让神帮我们解决 解决完了之后 就不要理神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祈祷其实很重要 学的就是 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 显明了神的心意 我们照神的心意祈祷 至于一切生活上的供应 神是知道的 祂必须为我们预备 存留我们的生命 好叫我们借着祈祷 祈祷信服祂的心意 为祂作美好的事情 说祂是传福音 说祂是纽正自己 一切生活上的败坏的事 好叫我们侍奉神 得着益处 为神作见证的 二 这是信徒心灵 什么什么神的途径 在《义佛所书》五章二十节 这么说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上上感谢父神 原来我们透过祈祷 经历神的恩典 我们也同时可以透过祈祷的过程 将我们内心感谢天父的说话 告诉神听 就正如我们发觉父母对待我们 实在太好了 我们作为儿女的 就说声多谢父母 一样天父很期望我们有一种自发 从内心而来的感谢 不是因为父神缺乏任何的事 而是祂想听到我们 促致内心 明白神的恩典而来的感谢 所以祈祷就是信徒心灵感谢神的途径了 另外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上上以众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嘴唇的果子的意思是在嘴唇里面有一种行为的流露是看得出来的 而这种嘴唇的果子 看得见信仰的流露是什么呢 这里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上上以众赞为祭献给神 可想言之 可想言之 我们不单止为着神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会感谢祂 而且还会唱诗歌重赞祂 传让祂的名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 所以这里这么说 祈祷就是信徒心灵赞美神的途径来的 因此我们在祈祷里面的时候 可以常常学习一件事 就是去清重赞美爱我管教我保守我的神 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懇求 祷告代求 祝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到日 原来当我们去祈祷 甚至为别人代求的时候 这个在神眼中看为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为众人祈祷 甚至在位有权并的人祈祷 为他们代求 这样就建立出我们一种什么的生命呢 就是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到日的这一种生命了 这一道话道 信徒心灵里面得什么的途径呢 没错了 就是敬虔 一个弟兄姊妹怎样能够称为敬虔的人 这段经文就有准确的诠释了 一个人能够照着神的心意 为万人祷告 为在上位的人也都是这样祈祷 根据上下文 是说为他们得救的事情 明白真度归向神而祈祷 而这一种心灵 漸漸会催化出一种生活 这种生活就叫做敬虔的生活 在神面前 有一个美善 蒙神月立 敬拜神的生活 另外 透过刚才那段经文 不单只能够操练出一种敬虔的生活 祈祷还可以帮圣徒 信徒心灵得到什么 而来的途径 这段经文也都提出 原来我们这样操练 可以得敬虔端正 还有什么呢 就是平安无事的导入 平安和无事这两个字 在原文里头都很接近的 其实就是说 很平静安稳 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人心灵里面的平静安稳 另一个就是 当有很多事搞要的时候 你仍然里头不会有埋怨 不会有那些吉利古鲁的声音出来 不单只是周围的环境 心灵很安舒 而是环境动荡的时候 你仍然能够安静 不出很多怨言的声音 这个就叫做平安无事地到日 原来透过祈祷就可以这样操练出来 因此 这是信徒心灵得安宁的途径 I 这是信徒彼此之间 什么的途径 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四节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我们就知道原来祈祷的过程 代求的过程里面 正是表达我们彼此纪念一个事实 因此 我们祈祷 那是圣徒彼此间纪念的途径 或许 有机会我们透过电话 或者写卡 去表达我们关顾之情 但同时 透过祈祷代求 也都在属灵的事情上 在属灵的层面上 去操练彼此的纪念 到最后 J 这是信徒属灵真战中的 什么呢 在《仪佛所书》六章十一 和十八到十九节 这样讲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腹棍栋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星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比 记住了 我们不是同人有血肉之躯的真战 我们乃是有属灵的真战 使徒保罗说 他在人群当中要放胆 讲明福音的奥比 所以这场属灵的真战 是指基督徒参与同一个战争 是要将福音在这个世上的众人面前 讲明出来 而且放胆量地讲明出来 因为这个世界不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有很多的挑战 临到全福音的人 正因为这样 要穿起全腹的军装 并且要靠着圣灵 在不同的地方切切的祷告祈求 警醒不倦 好叫大家借着祷告倚靠神 而在祷告的过程里面 吹化我们更专心仰望圣灵的帮助 作福音的工作 可想言之 我们明白到祈祷 是信徒属灵争战中的武器 记得了 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 都参与这场属灵争战 所以我们很自然在祷告当中 有这样的学习 今天第四课 祷告生活第一节就到这里了 下节再见 拜拜